朋友们,大家好,我是Loo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拉行李 今天我想带大家来 印尼雅加达的唐人街走走 还有吃一吃这里的美食 买了这一袋 这个是买的,就是这个下的东西 它里面呢,就是有这股肉 还有那个辣椒吃起来 有点脆脆的感觉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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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了 有点脆的 好了 超烦烦 超烦烦 超烦的 超烦的 这就是从Gajamada往Bancoran区的路段 前面这个牌边有写字 欢迎到Yajada Tanren街 是刚刚建好不久的 在这里我们还可以看到这种三轮车 这里也有卖小兔子 在这里有卖很多这种小吃的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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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好吃 好吃 好我们再往前面看一下 我看到了这个面包 这个面包是很古老的面包 这个是椰子做的 这是椰子 还有米做出来的 我看到了小时候的冰淇淋 这是冰淇淋雪糕 雪糕我感觉说错了 再往后面这个巷子 它是可以通过到后面那边有一个寺廟 那个是很古老的寺庙 所以我们就往里面去走 看看有什么吧 这里有卖蔬菜哦 然后呢 这里呢 就是叫做 因为 因为以前他们就是这里 传说就是在这里里面就是有九个房子 九个格子的房子 所以现在呢就是像一个市场来的 这里的店 有卖榴莲水果的 这里有好多小吃店哦 喜欢看就是以前的这种呃比较传统的 古老的市场的朋友们也可以来这里看一下 然后我们走到底里面呢 然后我们走到底里面呢 他会有一个 嗯 寺庙 那个寺庙是在雅加达最古老的寺庙 就是有很多人卖蔬菜 我现在来的时间是在下午 如果是早上啦会有肉类啊那些都会有 有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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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用着摩托来卖的 Please, please, show my channel Can you speak English? Yeah, sayola Indonesia ba Indonesia? Yeah So we'll continue to go to the front 前走 很多卖蔬菜的 哇 这里有很多炸的东西 都是油炸的 因为印尼人很喜欢吃炸的 我的写讪 bodies 中心的 acts 我们刚才是从前面那里走过来的 就是一直走就到了这里 这个是现在在新建的寺庙 因为寺庙在之前被火烧过了 然后这里有一个水果店 还有鲜花 哇 看到了这个鲜花 这个鲜花我们叫做Sedap Malam 它是会很香的 它除了北市会好看 它也是有巴出香味的 从这个鲜花然后见识 我们先走到前面那里去看一下有什么 我们先走到前面那里去看 呢 可能我们今天来的时间有点晚 所以很多店也都关了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印尼亚加达最古老的寺庙了 这个区以前就是有很多 很多华人都住在这里 然后这个寺庙是之前就是被火灾烧过的 然后现在开始就要再重新的见识中 所以我们进到里面去 我们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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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又带大家回到了班族兰街 这里有很多的街头美食 这是卖山羊汤的 还有前面这家sate padang 也是很多人在吃 这是一家山羊脚烫店 这是卖鱼饼的 我们叫做otakotak 但是里面的肉是白色的 只是卖batagor,还有 pembe 都是油炸的 这是我今天想吃的 第一次吃了 吃道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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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完点的粥 吃完点的粥 先搅拌一下 这就是我们印尼当地人喜欢吃的粥 我也很喜欢 这个真的很好吃 因为我们如果来这里就试一下 刚才吃的粥是在北大南门口卖的 现在我带大家来里面看看有什么吧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前面有很多人在排队 买的是炸整饭的 整饭的是像菠萝蜜水果一样的 但是它有点黏黏 味道吃起来也比较香 口渴了 先喝一杯甘蔗水 然后再带大家到外面去吃 这里很有名的山东饺子 饺子店的门口也有卖沙爹的 这是在包饺子的过程 然后再带大家 这是炸的饺子 在印尼 我们叫做锅爹 锅爹已经熟了 所以我们进去里面吃吧 这是我们家的锅爹 这是我们家的锅爹 他们家的锅爹真的很不错 朋友们如果有来谈人街的话 提示一下哦 朋友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祝大家平安快乐 拜拜